嗨,大家! 在你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呢 2021年就剩下两个星期 所以在这最后两个星期内 我决定要挑战一下我自己 我是一个特别不会做饭的人 自从我们在韩国生活以后 我都是吃外卖 不然就是在外面吃 基本上没有什么自己煮过东西 有也只是煮那些拉面 所以今天这个挑战呢 就是要用kimji来料理我的三餐 我们的挑战明天开始出 Good morning 让我们用kimji, sausage, egg, sandwich 来开启我们新的一天 早餐 蛋手打蛋 加上kimji 生命定立 耶 OK,现在看了不怎么好吃的sandwich做好了 哈 我放了一点ketchap 我以为配kimji会很奇怪 但是意外的蛮配的 然后因为那个hot dog哦 它真的太大个了就很难咬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 先咬一口hot dog 你不要吃下去先 然后你再咬一口你的sandwich kimji sausage egg sandwich 我本来只是想try一下kimji配面包会有什么感觉 可是真的很好吃耶 不是因为我做 是因为我觉得这些简单的东西它们搭配起来就不会出错 它虽然看起来像可以按料理 可是它不是 最后一口的sandwich 最后一口的sandwich 发出功 给我们午餐见 OK,Guys It's our lunch time 然后午餐呢打算做一个 kimji pasta 最近呢韩国有一个很火的节目叫那个 street woman fighter 然后有一队他们叫 prop mom 他们上节目的时候呢主持人就有问他们 如果要用一个味道形容你们的队伍的话 会用什么味道 他们就讲 他们的味道有一点像kimji pasta Let's do it Let's go to the厨房 OK,我有提前买了一些材料 哦,好热哦 午餐 我有提前找了一个tutorial 我们就跟着那个tutorial做 torial讲先放肉 是应该先切菜啊 yum 现在是切洋葱 是这样切的吧 然后 this 很糟糕很糟糕 OK,然后就是 肉 洋葱 跟蘑菇先炒它 然后 kimji 哦,kimji 我们的kimji 现在第一步 洋葱跟葱白 水了洋葱回去要这样大个啦 step2 下蘑菇 step3 kimji 哦 我忘记先煮面 我忘记要煮面 因为它是时候要把面放开去炒 然后你应该要先煮一大粒面 我们直接放吧 看那个面会不会熟 反正也有水 没有,它并没有熟 所以 我开了另外一盆水 然后煮它 然后再把它丢进去 这个面是怎么回事 它们烧焦了哦 oh my god what the what the 我的意大利面烧起来了 真的灾难现场 我换了一个锅 希望它有比较好 哦,它成功了,它成功了 真的这样 如果它熟了 就丢在墙壁上 它就会黏着 ok ok 大家请不要轻易尝试哦 不然你会很麻烦 要把它挑上 这个面 全部 哦,有没有有没有 有那个feel了 斑炒 加上刚才烤的哦 ok 虽然它不怎么美观 肉 肉是最不会出错的一个东西 哦,好好吃哦 这个肉 来try 面 很好吃啊 我没有骗人 这个真的很好吃 虽然那个准备的过程有一点 糟糕 这个是西韩合璧 就是你有一口Kimchi 然后你配一点意大利面 然后 嗯 主要是有这个肉哦 我觉得 这个肉它拯救了 整盘面 为什么吃起来有一种 Cometo Bolognese的味道 吃到最后剩下Kimchi的时候 就有一点酸了 耶 ok我们晚餐见 现在已经很迟了 It's time for our dinner Dinar打算做什么呢 就是 泡菜辣炒猪肉 我希望不要再有什么火灾的事件发生 Let's go to厨房 again 就是哦 已经收拾好了 然后要重新开始 真的是 煮菜真的不容易啊 ok我们用猪油 原来要先烤肉 这样先下洋葱 然后放这个 韩式瓦酱 go 蚝油也放一点 好 然后烧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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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的薯肉 两大匙 OK 这个没有饭菜耶 最后我们加一点这个绿绿的青虫 好像切太大了 然后最后 这个要配什么 把这个饭一样放进微波炉两分钟就好了 超方便有没有 哇 又回到这个位置 这一天这样子煮下来我真的超累 煮饭的妈妈们 Respect OK我们来试吃一下这个 Kimchi辣炒猪肉 怎么办我觉得我很有料理天分 我觉得它不够辣 应该是 是不是要自己另外放辣椒啊 可是我放辣酱了耶 辣酱跟辣椒是一样的嘛 但是 还是跟外面的没有得比啦 外面的 超下饭吧 现在就是冬天了 就要吃这种热热的饭 哎呀 突然间有点辣 我觉得可能是我没有炒均匀 然后看来那一堆辣酱就集中在那块肉上面 为什么我看起来有点畅伤 最后一口 煮饭真的很没有乐趣耶 煮好像久 然后我现在吃才五分钟 然后我现在要去洗碗了 真的是一团糟 OK我们来到Vidio维生啦 我现在好像有一点知道为什么韩国人会那么喜欢吃泡菜了 因为它真的不管是单吃还是作为这些料理的食材 它都很好吃 大家如果无聊在家的话也一起用Kimchi做料理吧 因为我觉得做料理真的很花时间 OK 那就 Bye